我这才知道中国的宪法是在西湖起草的 于是宪法初稿也有个浪漫的名字 西湖稿 1953年底 新中国成立的四年后 毛主席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悄然来到韩州 在列车上他对随行人员说 治国需要一部大法 我们这次去韩州 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 其实我一直在想 为何主席会不勇万里离开北京 来到杭州去起草这份重要的文件 也许是杭州的亲近 才能让人静下心去思考友邦宪法的根本问题 西湖稿起草期间 方案就在这会议室一遍又一遍的商讨 从在1954年3月14日完成起草 为宪法的正式诞生 奠定了重要基础 主席的办公室还保留着当年的摆设 他广泛研究世界各类宪法 在这度过了77个不眠之夜 看着桌上堆积的文件 主席都在教我们调研的重要性 和办公室一墙之隔的就是主席的休息室 衣柜、床具都是当年的原件 一楼的展区还能看到主席当年用过的生活用品 1954年3月到9月 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央人民政治委员会 根据全国各界1.5亿群众的意见 仿佛论证修改 终在9月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票通过 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四宪法 宪法的起草和讨论工作是在金行两地同时进行的 自古运河冠金行十一封两地往来的信件和电报 也似乎寓意着宪法的南北沟通 萌缩着天下的参与 也许这就是选在杭州开展工作的原因 当我走在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广的后山 看着远处的西湖美景 也许主席在老累放松时也看过同样的美景 我是清末和我一起旅行读风景